今天就会教大家 如何可以在家做一个很基本的 circuit training 去burn fat 去prepare for summer 这个circuit的主要是 不是用来build muscle 这个circuit其实是用来burn fat 和把你的心肺功能提高 这四个动作的circuit 第一个动作是push ups 第二个就是squats 第三个就是crunches 第四个就是burpees 所以第一个动作 push ups 做的时候 就是继续肩膀腰和脚换一条直线 两手伸直在胸后旁边 肩膀阔一点就可以了 一秒上一秒下 由于我们这个circuit的purpose 就是burn fat 我们做的时候 每做一下不需要特别慢 我们反而可以做快一点 令到hard rate提高一点都可以的 做push ups 我们是会做二十秒 做完二十秒push up之后 我们会休息十秒 然后做第二个动作 就是squats squats 其实好像蹲下起床 这样的样子 基本上如果你保持一个正确 我平时搬野的姿势就是 挺胸 收腹 腰直 膝膀不要过脚尖 屁股向后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搬野姿势 你做这个squats 直上直下 可以减少任何受伤的机会 因为你的腰已经锁了 确实是你的收腹不会那么大负荷 因为你不过脚尖 as long as you follow these steps 你就可以很safely做squats 这个squats 都是会做二十秒 然后休息十秒 然后第三个动作就是crunches crunches其实和situps差不多 但是我们会用腹肌多过其他肌肉 因为situps其实是用了很多你的LOWER BACK 你的HIP去发力 因为你整个人是上身离地 但是crunches只是去到你的LOWER BACK 顶位 即是在你的LOWER TRAPS 肩膀离地 那就OK的了 不需要卷上来 肩膀离开地面三至四寸 那就是一下 卷上来之后hold着一秒 下去 然后repeat二十秒 二十秒内你有那么多下 做完这二十秒就休息十秒 然后去第四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就是叫burpees 我想很多人都在很多youtube 或者其他的video channel那里 见过别人的动作 有burpees的动作 burpees中文就是腐和刺 其实是一个全身的动作 去训练你的大腿 你的心肺 你的肩膀 腹肌 这个动作开始的时候 就是站起来 站直 第二部分就是 你会做一个squat 蹲在那里 然后双手 手掌压住地 不要手指 因为很多学生 其实手指压住地 他们很多压力 在肩膀那里 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们总是 你会推荐手掌压住地 两个手掌压住地 然后你是会 好像缩了一块 蹲在那里 你蹲在地上之后 就跳后 将两只脚 跳到后面 until你整个 伸直了 好像一个push up 这样的姿势 你做了这个push up 姿势之后 这是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就是跳进来 将你的脚 缩回去 变回第二部分 就是缩回那一块 做完这个姿势 再立刻站在身上 这五部分 加起来 连续做 就是不停地做 由一到五 就是一个动作 就是 burpees 这个动作比较复杂 因为它的步骤也挺多 所以 不要贪快 慢慢来 你做的时候 确保你的低背 和膝肌 是安全的 低背 就是不要弄得太厉害 因为弄得太厉害 就会有很多压力 在你的腰骨的后面 而在前面 因为你这样屈下来 你腰骨做的时候 也不要太过你的脚尖 因为你越太过 其实是受了很多压力 在脚尖 那里 日后 你不停地做 会有很大的机会 露损在波罗盖上 那里